第一个串列 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串列 OK串列 append就可以了 OK所以以后建一个空的 然后append进去就可以了 OK类似这样的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档案 OK因为呢将来也许 现在都电脑化 所以未来人家会给你一个档案 然后呢这个档案的话呢 你把它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你要读到一个串列 为什么因为读的档案里面可能很多成绩啊 那不可能说你直接把那个成绩 就塞到一个什么 字串里面 可是字串问题 你字串要还是要切开来看吗 一个一个来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档案的话 那请各位 这个地方我在讲义的第121页 OK121页 然后呢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去建一个空的那个成绩 那比如说有人已经给你一个成绩 所以请各位待会儿在这边 new一个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file file就外部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OK所以第一步哦 那我们模拟一个成绩好了 比如说呢我今天new一个file 档案的名称呢 file名称叫什么 叫国语成绩好了 CH好了 点tst好了 OK我们用个tst 文字档 OK按个finish 那你会发现的在我们的src下方 就会多一个这个成绩的一个档案 这个那请你在这里面就先输入 假设模拟 那中间要斗点好了 你就有点像我们已经电脑 先把成绩改好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用2B铅笔 自己就是画那个画完之后 它会讲交务处可能会给你一个档案 也许是tst csv之类的 OK你档案已经过来了 OK我们是模拟 OK好那这个档的话你就把它随便输入 我这12345678个好了 OK小事啊 没关系自己输入一些成绩 按个储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根本底下就有个ch.tst 那我需要做什么 我希望刚刚这些动作呢 就可以不用做了 而是我直接把这边八个成绩 直接就放到我的scope里面的话 要怎么做 OK 这边的话就牵涉到一个开启档案 并且把档案开启的结果 放到这个scope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 也许我们干脆 再把刚刚这个复制一下 也许拿这个来改 复制copy一下 这个模组有没有 贴上 那名称如果跟我取不一样 没有关系啦 反正我打开它 然后我们这个scope 这些先把它删掉 待会再重来 那scope的话呢 目前里面没有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开启 所以我重来过 那基本上你可以参考 这个步骤大概就这样 一 二 三 四 就切过来了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开档 其实在 拍摄里面开档非常简单 第一个我还是建一个空的串列 里面呢 我希望做什么 把刚刚这个ch.tsd 帮我读到这个scope里面去 要怎么读进来 第一个 打一个f f的话指的是 档案物件 名称的话当然是自己取的 后面加一个很直接open 刮壶 你跟他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的档案名称叫什么 ch.tsd OK 其实就是这个名称 如果你不一定取这个名称 你换一下 逗点 第二个他讲说 我要读取 所以打一个r就可以了 r的话呢 其实就read read模式 那如果叫他写的话 你就w就对了 ok r就是读 w就是写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他已经帮你把东西开起来 放在f的物件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什么呢 后面的话特别之后 就是一 二 把它怎么样 读进来 ok特别之后 怎么读进来 我先加一个变数叫s s等于什么呢 s等于f 这个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读一行 读一行的话呢 英文叫什么 read line 小瓜糊一下 诶 特别是哦 read line 就是读一行的意思哦 因为刚好这边也是一行 有没有 把这一行呢 帮我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s里面 所以呢 这个读过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串列 就是一个文字啦 一串文字 就是把这些东西 帮我读到哪里 读到s里面 但是呢 问题是 它现在的话 中间是用逗点格开来 那有点像把这个东西 你把它放到 假设啦 你把它开起来 如果放到excel里面的话 比如说excel里面 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 如果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应该会用什么方法呢 你们应该还记得 有一个叫什么 资料剖析吧 有没有 类似像 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嘛 资料剖析的话呢 你可以跟它讲说 用逗号帮我隔开来 有没有 隔开来之后 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帮我放到这边来 它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些 有没有 分成 本来是一个储存格的东西 变成八个储存格的东西 分开来 那在python里面 一样的用法 你必须要写程式 那怎么写呢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scope放到前面来 scope有点像是那个范围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里面你就打一个s s是那些文字哦 读进来的话 放到文字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切割的方法 点什么呢 sprecher 这个sprecher的话呢 它意思是帮我切割 有点像资料剖析里面 那剖析之后 瓜阿福跟他讲说 我剖析按照逗点 帮我隔开来 sprecher 然后他就会怎么 帮你把它切割开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 这个当然 我们如果python里面 是放到这个变数里面 sprecher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确定一下 这两碗有没有成功 帮我print一下 这个scope里面的东西 确定一下 我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按照那个 讲义的121页 这边几乎一模一样 print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print的结果 它就会帮我把 这个读进来之后 再切割 并且把它列印出来看一下 ok 我们来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里面八个成绩 一个一个的切开 放到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串列里面 就会有这些成绩 但是请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read the line 它读进来的话 会是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前后都有单一号 所以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可能它要注意一点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你累加一定要把它转型 转成int之后 再累加才会成功 ok 所以第一步呢 请各位练习看看 在Python里面 怎么样读取档案 就read the line 然后怎么样切割档案 就是split 最后把它print出来 ok 所以刚刚第一步 先建一个这个 这个成绩自己输入 反正你按几个就几个 按右键 new一个file 输入 ok 也许你可以国文一个 英文一个 数学一个 反正没有关系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何在那个Python里面 开启外部的档案 ok 如果你外部有档案的话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